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字的含义 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 这个字的含义 无限的升广 它是时空发现一切众生 一个大宗持法门 也就是说 恒辩设法 数穷三计 都包括在这个符号之中 佛法就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 所以佛法 以笑开始 还是以笑为踪迹 祝福菩萨教人 无非是尽孝 行孝而已 所以在敬业三福里面 第一个字就教导我们 孝养福 这是教导我们 我们要行孝 敬孝 从什么地方落实 从孝养父母 从孝养父母落实 然后扩大到 孝养一切众生 菩萨教人 世尽孝 世尽 世尽明白告诉我们 一切男人是母父 一切女人是母母 这是把这个孝养父母扩大 扩大到虚空发界 那才能尽孝 所以谁能够圆圆满满地尽孝呢 如来果地 才真正做到了圆满 等就菩萨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那么由此可止 学佛就是学一个孝子 就是学一个孝子 佛法没有别的 孝孝而已 父母对我们恩德太大了 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 所以孝养父母天尽地尽 这才算的是称作人 从这个基础上 修学才能成菩萨成佛 我们孝养父母 以孝心养父母 儒家说得好 养父母指生命 对于父母 对于父母 物质生活 要照顾到 孩子要懂得 要让父母 要让父母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心情愉快 这个就要顺了 如果不顺 父母就算烦恼 就有忧虑了 所以这个字 落实相当不容易 如果没有真诚的心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 至善之心 纯效之心 纯净之心 这个字就很不容易落实 总而言之 是要用真心 还要知道 养父母之之 父母之之是什么呢 对你的期望 父母那个之 小的 是希望你升官发财 那个眼光比较看得远的 中国人所谓是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这个话 用现在的话来讲 希望你能够出人头地 荣中药主啊 使祖宗家族 都以你为荣耀 这是古时候 一般做父母 对儿女的期望 如果父母 救了 他对你的期望啊 是希望你做菩萨 做佛 达到真实究竟的愿满 达到真实究竟的愿满 无论什么身份 无论什么样的行业 都可以做到啊 说做佛 不一定是指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那个佛像啊 唯末巨师 现在在家佛像 风干和尚 寒山时德 现在是很普通人的一个形象 我们今天讲 这个道场义工 视线义工的形象 仔细观察 他们确实是菩萨性 确实是个佛像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 三十二种佛像 三十二类的菩萨性 所以任何身份 任何行业 都可以做菩萨 都可以做佛 做菩萨做佛 跟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想我们同修都很清楚 都很明了 每天我们在读诵大庭经典 在天天研究讨论 应当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了 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佛菩萨只有一个真诚的心 纯善的心 纯善的心 纯是爱人的心 爱一切众生 纯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 没有一念为自己 念念想到 社会的安定 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 真实的幸福 其心动力 因应于造作 与佛法所说的 五界十善 圆满的相应 所以十善 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 十善 与佛法的圆满 大小 孝道的圆满 佛道的圆满 我们曾经看过 许许多多的佛像 彩画的佛像 佛顶上有圆光 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 多半是繁文写的 也有用华文写的 这三个字 Ong Aho 诸位看到会念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 生与异 瘟是神 阿是瘀 口业 瘟是异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是表 三业情境 十善业道里面 跟我们讲的 身三 口四 一三 你是不是做到 真正圆满 情境了 诸佛菩萨 修的 就是修这三个字 学的 也是学这三专丝 圆满的 还是这三专丝 我早年最初 接触佛法 很幸运地 认识张家大使 我请他老人家 赐我一点 莫宝 他给我写了一张字 这一张 这搬家搬得太多了 搬不见 就是 翁阿红三个字 他是用藏文写的 送给我之后 给我详细讲解 三个字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想的 我们学佛 学的是什么 如果 提心动力 严与造作 与这个完全相违背 我们不是在学佛 不是在学佛 就叫造业 我们应当要清楚 应当要明了 所以我常常劝大家 我们做人 要能做得好 学佛 要能学得像 首先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 学得干干净净 我们功夫就能得力了 念念为众生 为佛法 为佛法 久住世间 佛在经典里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释迦摩尼佛的法运 还有九千年了 现在外面 很多预言说 世界末日到了 我不相信 我为什么不相信呢 我相信释迦摩尼佛的话 在那 有 肯定有 为什么呢 人心不善 众业所感 当然是不能避免 可是 人心要能回头 能向善 这个灾难就减轻了 灾难的时间 也自然缩短了 所以我看中国 是一片光明 我从哪里看 念佛的人多了 听说现在在中国 念阿弥陀佛的人 念无量寿金的人 超过一亿多人 这么多的人 念佛 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念佛人 那九个人就占光了 新加坡东南亚现在这一代 念佛的风气很甚 凡是有正法住的地方 祝福 忽念 龙天善神 保佑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谓是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们要有善心 学佛的心 至善之心 但是要学得像 学得不像呢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要学得像 真正能学得像呢 就要能放得像 所以我第一次遇到张家大师 向他老人家请教 他教我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像 我这一生 这将近五十年了 就是学这六个字 才学得有一点点像 所以我们看看 过去这些大德 虚云老和尚 印光大师 他们一生的行仪 也不就是这六个字 真正看破方向 印族跟虚老和尚 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 也没有途中 信徒很多 只是劝导大家念佛修行而已 除此之外 心里头一尘不染 不像现在 有些法师们 把信徒的 信民 地址 电话 还要加上照片 你说多麻烦呢 那唯恐忘掉了 我们看看 过去这些大德们 信徒不来找他 他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净了 绝不放在心上 所以我说他没有信徒 心底真正清净 一尘不染 所以他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那个心里都充满了智慧 慈悲 这是我们应当学的 这真学佛了 真正学佛的人多了 这个世间人就有福了 佛法才能够久住世界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发现 无论是在家 出家 出家 你一定要记住 做出家人的好榜样 出家人最好的榜样 是谁呢 释迦摩尼佛 在家要做在家人的好榜样 在家人的好榜样是谁呢 唯一摩居四 这个才叫真正学佛了 要说佛 世尊 唯一摩长者 距离我们太远了 我们找近一代的 近一代诸也能找到 出家人 学阴光法 学虚音老和尚 决定不错 这两个人呢 是出家佛的样子 在家学佛 江卫农老居四 好榜样啊 台中 李炳南老居四 好榜样啊 那真正是 学得很像 唯莫居四 念念为佛法 为众生 没有为自己 所以我们学佛 不但在经典上 我们有理论依据 佛教给我们很多方法 还要找一个好榜样 找一个模式 依照这个模式来 雕塑自己 我们这一生才不至于空过 才真正学得有成绩 拉出来 决定 往生不退 成佛 这个世间 不但是识法 念佛法 也要放下 也要舍得干干净净 一成不染 我们才会有成就啊 有一丝毫的染灼 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不但佛法不能成就 在事法里面 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个里头 阴阴谷谷 感应片说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留意 至于孝行 细节太多了 说之不尽 但是也要提一个纲领 我们怎样 奉仕父母 怎样对待兄弟 怎样活母宗族 怎样能够社会 能够众生 带来的安定和平 这些都离不开这个孝子 都是顺于孝行 今天时间到 明天我再跟诸位提一点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要知道的一些纲领 好 我们明天见 明天